小小黑猩猩小龐 和拍檔的牛頭犬詹姆斯 到人類的世界挑戰當小幫手 出門刺激和意外的夢幻成長故事 天才黑猩猩小龐和詹姆斯的 小幫手大挑戰 上次小龐和詹姆斯 為了減走力來到退潮的沙灘 一向怕水的小龐 碰到了沙灘入口的水塘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不過坐了雨鞋以後 終於克服了怕水的難關 而且還撿到很多蛤蜊 把網子都給它裝滿了呢 接著只要順著原路走回家裡就可以了 帶著滿滿的蛤蜊 兩人兴高采烈地踏上了歸途 可是 結果竟然發生了叫人意想不到的大意外 所以這次的內容就是 啊 啊 蛤蜊片 兩個小家伙拿著滿滿的蛤蜊 一心只想要快點回到家 看到他們沉重地撿到蛤蜊 宗子先生立刻心不敢回家 粉厚他們的歸來 啊 啊 撿完蛤蜊的兩個小傢伙 只要順著原路走回家就行了 兩人拿著一袋的蛤蜊 正準備離開海灘 就在這時候 好around 拉扯 Keep going 啊 壞 拉扯 人 chant 被阿姨叫住的小傢伙 對了 原來這雙雨鞋 エリスラの長櫛 400円 Σ ton 就是這樣子租來的 可是 小傢伙還是不了解 租的意思 小龐我以为这双雨鞋是他用四百元买来的 但还是慢吞吞的把雨鞋脱掉了 どうもまた来ね 小龐好像有点不太甘愿 把网子甩到了背后 就这样离开了捡蛤蜊的海滩 虽然没有了雨鞋 不过网子里还是有很多蛤蜊 只要走过这座蓝色的潮 渣渣在不远的地方咯 结果 小龐 你又在桥上休息啊 上次在桥上吃过一次亏了 你还没有收个教训吗 啊 居然把蛤蜊放在库栏上 等一下又会掉下去了啦 真希望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真希望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詹姆斯就這樣一直盯著球看 看到忘了時間 忘了繼續看那顆球 兩個小傢伙來到另一邊的後欄 小龐小龐 你忘了拿蛤蜊了啦 真是的 叫人好替他著急喔 沒想到 就在腳踏車經過的瞬間 蛤蜊竟然不見了 小龐 你的蛤蜊 蛤蜊就勾在腳踏車上面 越走越遠了 小龐和詹姆斯急忙想要追上那部腳踏車 雖然小龐他們很努力地跑 可是和腳踏車的距離卻是越來越遠 有了那麼多苦才撿到的蛤蜊 卻已經不見了 小龐小龐仔細端詳著這台腳踏車 就在這時候 小龐小龐發現和剛才那部一模一樣的腳踏車 加姆斯就這樣一直盯著球看 看到忘了時間 為了繼續看那顆球 兩個小傢伙來到另一邊的霍欄 小龐小龐 你忘了拿蛤蜊了啦 真是的 叫人好替他著急喔 沒想到 就在腳踏車經過的瞬間 蛤蜊竟然不見了 小龐小龐你的蛤蜊 蛤蜊就勾在腳踏車上面 越走越遠了 小龐和詹姆斯急忙想要追上那部腳踏車 雖然小龐他們很努力地跑 可是和腳踏車的距離卻是越來越遠 當小龐他們從轉腳彎過來的時候 腳踏車已經不見了 吃了那麼多褲才撿到的蛤蜊 卻已經不見了 然後 小龐他們又開始前進 卻是和回家相反的方向 到底他們要去哪裡呢 小龐他們要去的目的地是 蛤 撿蛤蜊的海灘 看來小龐好像是想再撿一次蛤蜊 可是 海水已經漲潮了 剛才他們看到的那片沙灘已經被潮水手覆蓋 放眼望去只有汪洋一片 如果不在天黑之前回到家 會讓公子先生擔心的哦 小龐 小龐和詹姆斯就這樣再度踏上了回家之路 可是 小龐仔細端詳著這台腳踏車 小龐好像決定要尋找內部把他們的蛤蜊給帶走的腳踏車 沒錯 小龐他還沒有放棄 而且非常賣力地自助尋找著他的蛤蜊 就算天色已經漸漸變暗了 他還是希望任務能夠成功 小龐說什麼也不放棄 不停地尋找他的蛤蜊 小龐的臉上漸漸出現了疲倦 就在這時候 小龐發現和剛才那部一模一樣的腳踏車 而且在後座的輕鬆上面還掛著他的蛤蜊 而且在後座的輕鬆上面還掛著他的蛤蜊 怎麼有人在那裡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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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終於成功找回狗粒了 太好了小龐 接下來就是直接重向 公子先生正在等候的 溫暖的家吧 不久 回來了 快點快點 哇 一般 很厲害 很厲害 遅滑的心配 很厲害 很厲害 立刻把小龐捡回來的蛤蜊 做成美味的料理 小龐好吃嗎 你們兩個真的很努力哦 并epend� もっと moved Origami 開車 是 靠 從 成風 送